政治焦点来关心这颗震撼蛋 郑宝钦他说他要来参选桃园市长 也传出其实在参选前 蔡英文想来跟他来做一个约见 吴子佳也曝光根本是出笨招吗 先来看看的是 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郑宝钦他来参选 对于民进党内部真的投下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以及震撼蛋 来看谢龙介就分析了 他说郑宝钦是不是压倒民进党 最后的一根稻草呢 因为包含了论文案 包含了杀井案 民怨非常深 非常的沸腾 大家都很不高兴 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 只是火不知道 不晓得要从哪里来点燃 现在来看到的是 他认为民进党实在太傲慢了 态度不行了 要前置网络的言论自由 更是直接烧到了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都不停了 大家都抓狂了 掌握权力真的会吐贼 不过来看到的是 更多的焦点 这个吴子佳也说 郑文灿透过许姓良想约郑宝钦 但是其实有被拒绝 蔡英文之前想约也被拒绝 提出了要重新来做民调 赢的人就代表民进党 但是被郑宝钦给拒绝 这是笨招 他说有人会相信吗 真的是胡说八道 太离谱了 不过现在其实传出来民进党的内部也正在努力来做个协调跟沟通 包含了民进党中平会的主委赖瑞龙就说了 现在还在做最后的努力的沟通 希望不要造成轻痛愁愧 希望不要因为郑宝钦出来的参选 所以影响到民进党整个绿营的血情 但很多网友包含绿营的支持者 他们都很不给面词认为是被鼓而且不自动力 也有人说到底你这样出来参选你什么时候要退党呢 什么时候退出民进党呢 也有绿营的支持者说被鼓没有一个选得上了啦 我来看郭正亮的分析 郭正亮说郑宝钦希望比照台北市长 黄珊珊的模式用五党集参写 桃园市长赖湘林也愿意来退让 不过要求郑宝钦加入民众党 问题就是卡在这边 也就是说呢 这个郑宝钦有没有可能跟白民众党来合作 这有待关注 立委蔡壁如则说整合机会并不大还在谈 下周就会知道结果 有关桃园的一些更多状况 郑文燦接下来有没有会被影响 我们来看大圈哥分析 我看到郑运鹏讲说要让郑文燦进行政院进总统府 然后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黄采琳说 这就是郑文燦团队的努力成果 跟满意度的一个延续 我如果是郑文燦 我应该听了背脊在发凉吧 因为这些话代表什么意思 这些话代表的 我帮大家用白话文解释 就是如果你跟郑文燦一样 想要进行政院跟总统府的 你绝对不要让郑运鹏当选 因为如果郑运鹏当选了 代表郑文燦有战功了 郑文燦就可以进行政院跟总统府了 这句话讲了 民进党有多少人想进行政院当院长 所以郑文燦也是很多人的障碍 那在这种宣誓之下 你不是提前开打了民进党的 接下来2024 这个2022的行政院跟2024的总统大选的 这个前哨战 马上就开打了 而且直接就讲出来 对 然后这对第二点 你从这个发言的内容 他等于是把郑文燦跟这个郑运鹏牢牢的绑在一起 这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民进党发言人谈话 他就是告诉郑文燦说 郑运鹏的成败就跟你有关 他如果没赢 这就代表你的团队 过去的什么努力成果跟高满意度 都没有办法延续了 生命共同体 所以显然民进党在桃园的这一局 他已经把重注是压在郑文燦身上 就包含小鹰的这个鹰系的人 他们之所以敢这样的操作 就是因为他们深信郑文燦 还有掌控桃园的能力 但是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民进党内 就是一个丛林法则 这位置就只有这么少 大家抢的要去卡 那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面 卡位大战的时刻了 我讲的更直白一点 大家真的认为林志坚这么多的资料 是国民党找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 林志坚这些资料 绝对不会是国民党找出来的 这一定是他们自己人 很熟林志坚的朋友 才会知道他整个求学的过程 他在中华大学念完了 他又去国发所念了 这些资料早就收集好了 只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把他丢了出来 那丢了出来的目标 要针对林志坚吗 不是 这个目标针对的 就是郑文燦跟蔡英文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今年年底的选举 只要蔡英文大败 蔡英文的英系 就不可能在2024年 仍然成为民进党 那呼风唤雨的独大的力量 所以其他民进党的派系 当然都希望英系 在这一战重伤 小英只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重伤 他立刻跛脚 接下来的两年 就算他还是总统 他对民进党的影响力 已经有限了 那再加上 郑文燦是绑在一起的 就郑文燦想要拿大卫 可是民进党还有其他人 想要拿大卫 现在会帮忙把郑文燦给拉下来 所以在这个局看得很明显 他不是一个国民党跟民进党对决的局 他是民进党自己内斗的一个局 好 余翔 蔡立伟 还有蜜幽 呃呃 平函 沈凤珠 大家早安 我们持续来继续关心更多的新闻焦点 先来看看 民进党的桃圆市长参选 袁真宇鹏最近推出的 塑胶模型 视觉概念图 以及打卡的景点 因为设计的风格 跟日本模型大厂所制作的日剧 太相像了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不对此呢 这个案件的设计师现在吴臣 他也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他透露说这个设计的发想 是他盯着模型和突然想到的 所以当初心想应该没有候选人 愿意被这样玩吧 所以承报之后却意外地通过 让他非常的感动 然而公布之后却被指控抄袭 其实他觉得很无奈 做了设计他说做了好几年 他算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指控 粉丝看完也纷纷力挺 说类似的概念 很多的作品其实都出现过 所以认为不见的就真的算是抄袭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外天聊天室留言告诉秀秀 当然同时也来关心了 民进党前立委 郑宝卿所宣布的参选 桃园市长投下的震撼弹 声称了宣布之后 马上遭到了海外的假账号来攻击 不过网络名人死长毛 28号的领书指出 郑宝卿的网军阵是某个公司 负责人是欧永毅 指称这个网军公司帮新党市议员参选人 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李伟华 甚至疑似帮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来冲流量跟洗版留言 好四叉猫就说 欧永毅的新闻相当多 疫情期间贩售大陆口罩一个十人之类的 而且从欧永毅的领书上可以发现 去年十月就接纳了市长的网军的选举案 去年就接到了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试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